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继续聊聊锦绣南歌这部剧的历史背景 和在这部剧里出现的人物的历史原形 上一集我们说过了整个刘宋王朝的这么一个大致的过程 他所经历的这几位皇帝 同时也介绍了刘一龙刘一康这两兄弟的历史原形 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刘一轩以及陆放 还有沈丽歌这三个人物的历史原形 同时我们也要更多的谈到当时刘宋王朝的社会状态和主要的历史事件 首先我们要排除沈丽歌这个人的历史原形 在历史上是没有这个人的 这个人物应该是在剧中虚构出来的 刘一康呢在历史记载上只有两个妃子 一个是谢氏 就是在上一集我提到过的啊 刺猬脱姑大臣之一谢悔的女儿是刘一康的妻子 还有另外一个妃子的姓孟 所以呢没有姓沈的这个妃子 在刘宋期间呀 确实有一个叫沈放之的将军非常有名 也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常山赵子龙 非常能打 而且一直到七十岁的时候还外出评判 但是呢 这很难和这位沈丽歌建立什么联系 所以呢 我们也就不用去牵强附会了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刘一轩 刘一轩呢 在历史上呢 是刘玉的第六个儿子 在历史记载上说这个人皮肤白细啊 身高七尺五寸啊 腰杖实围 总的来说呢 长得不错 但是呢 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舌头有点短 这样可能导致他的语言沟通能力呢 会有一点的障碍 但是呢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这部剧里 刘一轩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历史上 真实的刘一轩呢 确实是一个很平庸的这么一个王子 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在留宋期间啊 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是恶守住抵抗北魏的咽喉地带啊 稳的兵也多 地理位置呢 也很重要 所以呢 一直以来 这个位置都是由几位皇子亲自担任的 像后来的皇帝刘一龙啊 以及他的弟弟刘一康 以前都曾经担任过荆州刺史 后来他们担任完以后应该轮就应该轮到他们的六弟刘一轩了 但是呢 当时的皇帝刘一康并不想让刘一轩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 就是因为认为他的材质不够 把这个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呀 刘一龙还不放心 所以呢 就跳过了他选择了七弟来担任这个职务 由此可见啊 他的能力是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的 虽然最终 刘一轩呢 还是担任了荆州刺史 那是经过他的大姐贵纪公主向刘一龙求情以后才让他担任了荆州刺史 那么这个贵纪公主又是谁呢 这个贵呢 这个字呢 有很多种读音啊 我还特意查过 这在这里的应该读贵 也有读快的 也有读会的 它是一个多音字 这个贵纪公主啊 叫刘兴南 她是刘豫的嫡长女 刘豫的结发夫人呢 姓藏 叫藏爱亲 他们两个人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那时候刘豫呢 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军官 到后来发迹的时候呢 藏爱亲已经去世了 她是去世以后被追封的皇后 所以刘豫只有这么一位嫡长女 其他的 不管是刘亦甫也好 刘亦龙也好 刘亦康也好 他们都是输出的 这几个弟弟呢 倒是对这位公主呢 非常非常的尊重 这位大姐呢 也非常有姐姐的样子 经常庇护着她的那些弟弟们啊 他曾经为了刘亦康的事情呢 去向刘亦龙求情 因为当时刘亦康跟刘亦龙有了矛盾嘛 他想让刘亦龙答应他 不要杀了刘亦康 刘亦龙呢 当时也答应了 而且呢 还把当时他跟他姐姐喝的酒 马上封存起来 让人快马送给了刘亦康 就告诉刘亦康 这是我跟大姐一起喝的酒 喝酒的时候呢 我们想起了你 大姐还为你说好话 这也是告诉刘亦康 我还念着兄弟之情 我不会杀你的 但是等到贵姬公主去世的第二年 刘亦龙就把刘亦康杀了 这位贵姬公主啊 生前呢 还曾经为他的儿子徐展芝求情 当时呢 徐展芝呢 也是牵涉到了刘亦康 毛返的事情 要受到惩罚 当时这个贵姬公主就急了 拿着一件破棉袄 这件破棉袄呢 是当时他的母亲 就那位藏爱亲 在刘亦落魄的时候 为刘亦缝的这么一件纳衣 就上了全是补丁落补丁的这么一件衣服 他拿着衣服呢 就去找这个刘亦龙 说当初你们的父亲 其实也是他的父亲 说当初你们的父亲落魄的时候 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妈妈给他缝的 现在你们都发达了 刚吃了几天饱饭 就要杀我的儿子 这个绝对不可以 当时呢 就跟刘亦龙闹了一通 最后呢 刘亦龙没办法 也就没有去责罚那位徐展芝 后来这位徐展芝呢 也一直在刘亦龙的身边做了高官 最后死在刘亦龙的儿子刘绍 这个太子造反的那天 他进宫里 把刘亦龙跟徐展芝一起杀了 这个上级我们提到过 我不太清楚这个剧里 会不会有这位贵妓公主这么个角色 但在历史上呢 确实有这么一号人物 一直像老母鸡似的 呵护着自己的这些弟弟 最后呢 等他死了以后呢 这些弟弟自相残杀 一个也没活下来 这部剧呢 我是没有看过啊 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追着看 但是呢 我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 一些剧情和一些主要人物 这对我来说呢 其实已经足够了 我并不需要了解更多更细致的剧情 今天你爱我 明天我爱他 这些东西跟我的关系并不大 我只关心的他的历史背景和他的历史的原型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关于字幕 因为有些新朋友可能第一次接触我这个频道 看我的节目 看到没有字幕 以为就没有字幕的 实际上呢 我的字幕呢 是有的啊 你只要在屏幕的右上角看到那个树的三个点 然后你点一下它 它里面就会告诉你要不要打开一个字幕 那里面其中就有中文字幕 所以呢 没有看到字幕的朋友呢 可以去设置一下啊 做一次字幕呢 工作量挺大的啊 如果你没有看到字幕的话 是你的损失 也是我的损失 好的 我们继续说这位刘亦轩 刘亦轩做了荆州刺食以后呢 倒是历经图事 把荆州治理的还很不错 但是刘亦轩呀 还是改变不了他性格中 懦弱胆小的这么一个弱点 有一次啊 北魏来犯 还没有到荆州 离荆州还很远很远的时候 他就想跑 当时呢 也让刘亦轮非常非常的不满 再后来太子刘绍 势负篡权 这一次呢 刘亦轩呢 倒是一改往日胆小怕事的作风 非常坚决的起兵讨伐刘绍 当时跟他基本上同时起兵的 还有刘亦轮的三皇子刘俊 这两个人的合并一处 很快呢 就打败了刘绍 刘亦轩呢 就用刘俊继承了皇位 他呢还是回到了荆州 继续做他的荆州刺史 说起这次起兵啊 还有一个人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藏智 这个藏智有可能就是剧中路远的原型 在剧中啊 路远好像是皇帝的外戚 在历史上呢 藏智呢 也是皇帝的外戚 他是皇帝的什么亲戚呢 藏智呢 是刘裕的结发妻子藏爱亲的侄子 他的父亲呢 也是刘颂的开国功勋 藏智当时呢 是雍州刺史 也是拥有军权的那么一个地方大员 当时就是他鼓动着刘亦轩起兵讨伐刘绍的 其实藏智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他并不是怎么样的恨刘绍 他只是想借助刘亦轩的力量呢 能够干掉刘绍以后 因为刘亦轩呢 毕竟是懦弱怕事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他想将来有一天再取代刘亦轩来登上这个皇位 所以呢 他是有他自己的计划的 但是呢 后期的发展呢 和他预料是不一样的 刘亦轩呢 推举了刘骏做了皇帝 于是呢 他只能够暂时的隐忍下来 等待着时机 刘骏登记以后呢 对这些评判的这些功臣们大加赏赐 特别是对这位评判有功的书王刘亦轩 他又把湖南之地拨给了刘亦轩来管理啊 实际上刘亦轩这时候已经控制了京乡大部分地区 可以说是积军政大权于一身 这时候的刘亦轩呢 已经有点膨胀了 对于皇帝的旨意呢 他不赞成的 他就不去执行 而他所有对皇帝的要求 皇帝都必须做到 他们当地向皇帝进贡的酒都是他先尝了以后 然后再封上盖子 再给皇上送过去 皇上喝的酒里都有他的口水 但是当时设于他手中的军权和他在评判中所立的功劳 皇帝刘骏呢 对他只能是睁一只眼闭只眼就随他去了 这样的话 反而促使着这位刘亦轩呢 就更加的膨胀 刘亦轩也和大多数刘宋王世子弟一样 生活呢 可以用娇奢隐秘来形容 他的正室夫人呢 是谭道记的女儿 此外呢 他还有一千多名的妃嫔士妾 而且还有一百多名的尼姑也住在他的王宫里 大家不会以为这些尼姑是陪着刘亦轩一起永惊示佛的吧 更有甚者呢 刘亦轩王宫里还养着三十多名的男宠 说起这个男宠啊 我可能又要跑题了 我印象中最近好像没有怎么跑题 所以呢 相信应该积攒了不少的credit 那今天就简单跟大家聊聊中国历史上的男宠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首先生命一点 就是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的评论呢 只是限于史实 只是想告诉大家 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类似的事情 而对这类事情的本身呢 我是不想做任何的是非判定 不加任何的褒贬 套用孔子说过的一句话 叫六合之内存且不论 孔子说这番话呢 原意是有关世间的神鬼之说 孔子说六合之内存且不论 我觉得呢 这句话套用在这件事情上 也是比较合适 关于男宠啊 或者说男风 男色 男童 都这类话题呢 在中国的史书上 很早就有记载 有一本古书叫一周书 其中有这样两句 叫美男破老美女破蛇 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老呢 指的是那些老成持重的人 有智慧的人 意思呢 就是对于君王来说 身边如果有个美男的话 就会导致君王不听那些老成持重的人 有智慧人的忠言 而只听信美男的禅言 美女呢 也是这样啊 以前呢 周围的臣子都可能各书几件 七嘴八舌的 都表自各自的看法 但是如果有美女在策的话 君王可能就不会听这些言论了 而只听信于美女所说的 这句话的时代背景呢 应该是在周五王时期 所以由此可见 很早以前南风就已经存在于上流社会了 古代的文人呢 还经常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词汇 来形容这种特殊的关系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分陶 断绣 荣羊之辟等等 很多 分陶呢 是指的春秋时期的魏灵公和他的男宠 弥子侠之间的故事 说有一天呢 弥子侠跟魏灵公两个人去果园去采摘 那时候就有采摘了 然后呢 弥子侠呢 吃了一个桃子 觉得很甜 吃了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呢 就给魏灵公来吃 魏灵公呢 觉得弥子侠把自己认为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这对我就是情义深重 当时非常感动 这就是所谓分陶的由来 当然后来呢 弥子侠年老色衰 魏灵公呢 也不再喜欢他了 不知怎么着 又想起了当年他把吃剩的桃子给他吃 所以呢 又至罪于弥子侠 这就是所谓的弥桃之罪 这个典故的由来 断秀呢 指的是汉埃帝和他的男宠董贤之间的故事 大家知道汉朝的皇帝呢 25位皇帝中呢 据说有10位皇帝都有此类的嗜好 比较有名的呢 就是这位汉埃帝 断秀呢 指的是汉埃帝和董贤中午睡午觉的时候 汉埃帝醒了 发现自己的衣服呢被董贤压在了身下 他又不想惊扰董贤的睡眠 于是呢 他就命人把这个衣袖给剪开 这就是所谓的断秀 汉埃帝对董贤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非常之好吧 他甚至想效仿饶顺语把皇位传给董贤 从汉朝以后一直到了魏晋南北朝 可以说此风日盛 有一个成语或者说一个典故叫奉旨阿房 大家不知道听没听说过 这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这说的是慕容冲和复坚之间的故事 慕容冲呢 是南燕的皇子 乾秦的皇帝复坚在攻破了南燕的都城以后呢 就发现慕容冲啊相貌极为俱美 当时慕容冲呢只有十二岁 慕容家族呢是显卑人 又被称为白鲁 所以呢 可见他们应该是有一点那个欧洲人的血统 皮肤比较白 傅坚呢 就把慕容冲 哎 卤到了他的皇宫里 同时被卤呢 还有慕容冲的姐姐 慕容氏 当时呢 也只有十四岁 傅坚呢 就让这个姐弟二人呢 一起来服侍他 时间一长呢 当时的大臣王猛就很有意见啊 于是呢 就向傅坚呢 反复的劝谏 让他把慕容冲放到外地去做官 最后呢 傅坚没办法就把慕容冲呢 放到了外地 做了一个官 后来废水之战以后呢 傅坚的政权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稳固了 慕容冲的堂哥又开始起兵造反 慕容冲呢 也起兵响应 他带领大军就杀向了前秦的首都长安 最后呢 就和傅坚的军队呢 两军对垒 傅坚呢 还念及当年他对他们姐儿俩的好处 但是对于慕容冲来说 他所能记住的只是屈辱 最后结果是慕容冲打败了傅坚 傅坚呢 最后也被叛军所杀 呃 前秦就算是灭亡了 而慕容冲呢又恢复了燕这个显辈的王朝 历史上呢 叫西燕 关于这个显辈族的慕容家族 在五湖十六国时期啊 建立的这些王朝啊 比较乱 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慢慢的聊 他总共建立了有前燕西燕后燕 南燕北燕 这么五个王朝 按着时间顺序 那确实比较乱 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细细的聊这个五湖十六国时期发生的事情 那说了半天 这个故事跟奉旨阿房有什么关系啊 是这样 傅坚呢 在他所占领的阿房宫 附近呢 种了很多的竹子和梧桐树 为的是什么呢 因为据说呀 凤凰呢 是喜欢落在梧桐树上 而吃的是竹的果实 所以傅坚这样做呢 实际上就是想招引凤凰来 给凤凰住的地方 又给凤凰准备吃的东西 而凤凰最后终于是来了 是来杀他 这位凤凰呢 就是他的曾经的男宠慕容冲 慕容冲的小名恰恰就叫凤凰 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位有名的文人叫沈曰 同时也是一名史学家 我讲的很多资料呢 都是来自于他所写的送书和禁书 在他描绘自己年轻时的生活的时候呢 也提到过他曾经流连于蓝色与美色 所以说在那时候呢 实际上是非常盛行的 顺便提一下 在那期我做的关于南唐后主李玉的那期视频节目中呢 曾经提到了李玉的那首词叫破阵子 其中有这么几句 一代归为尘鲁 沈腰攀毙消磨 醉事仓皇慈庙日 教皇悠唱别离歌 人类对公额 其中提到的沈腰就指的是沈曰之腰 说沈曰呢 就是因为生病日渐消瘦 他的腰围呢 越来越小 而攀毙呢 说的是另外一位也是在南北朝时期的美男子攀安 那么为什么南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此的盛行呢 我觉得呢 这是和当时社会整体的状况是很有关系的 一来呢 是因为那段时期呢 战乱不断 在汉朝董中书他们这些大儒建立起来的那些儒教思想 已经被摧毁的差不多了 可以说是礼崩乐坏 整个社会呢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基本上就变成了那种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状态 也是因为战乱呢 人们对自己将来的命运呢 没有一点安全感 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所以呢 也就产生出很多及时行乐那种思想 什么都想尝试尝试 因为不知道会怎么样 而且呀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可以说是士族阶层 就是那些士族大户们和皇族碰撞激烈的一段时期 也可以说是统治阶层的所谓的民主 与皇权直接碰撞的那么那段时期 所以呢就会迸发出很多的火化 思想呢也就相对来说更加的开放 这些呢都是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文化现象 就是和当时人们的审美有直接的关系 那个时期呀 对男子的审美呢 趋向于皮肤白皙呀 身材高瘦啊 那种那种相对的阴性美比较流行 男子出门呢 那些特别那些士族子弟呀 文人骚客呀 他们出门呢 事先都要涂纸抹粉 叫腹粉涂珠 穿的衣服呢 要熏香 不这样做都不好意思出门 像曹植这位大诗人 不腹粉 他是不会出门的 还有魏戒 有一句成语叫看杀魏戒 说的就是魏戒啊 因为太漂亮了 所以呢 每次出门呢 这个人们都上街来围观他 后来呢 魏戒呢 不胜其凡 于是呢 他就搬到了南京 到南京以后呢 还同样也是一大群粉丝啊 天天围在路边等着他出门 一出门呢 大家就使劲的看 使劲的看 最后呢 就把魏戒给看死了 所谓的看杀魏戒 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位潘安 他也是一位美男子啊 据说他出街的时候呢 那些渴望一瞻他风采的女士们呢 都往他的车上呢 投掷一些水果 我猜估计可能有榴莲呀 菠萝呀 这类东西啊 所以呢 潘安每次出行回来 能活着回家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我估计潘安的家族生意啊 应该是做水果批发的啊 他每次出行 那不叫出行 那叫上货 还有以前提到过 那个时期的文人们呢 喜欢服用五十散 服用这种药以后呢 也会把皮肤变得特别的白皙 会产生那种病态美 而这种美呢 正是在那个时期 人们所追捧的 在那个时期啊 南风南色呢 可以说是一种时尚 有时候也是标识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 似乎你要不搞点这方面的事情都不好意思 称自己为名士 当然了 那些名士也不都是这样细致的 那样阴性的 也有那些比较粗犷的 比如说有一句典故叫闷诗而谈 这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那些名士们 那些不注意个人卫生的名士们 就坐在街上 一边捉身上的狮子 一边谈天说地 高谈阔论 这叫闷诗而谈 这也是另外一种风景 在当时社会来说呢 也是得到认可的一种方式 现在呢 你可能认为他们这些人不讲卫生 但是在当时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些喜欢在身上养一些宠物的爱好者而已 总的来说呀 中国古代对南童这类事情呢 还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这一点呢 和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可能是因为宗教方面原因吧 这方面呢 咱们就不展开了 这个话题有点跑得太远了啊 咱们还是回到刘亦轩 要不然的话 我可能就不知道会跑到哪去了 刘亦轩呢 有18个儿子 还有数不清的女儿 他女儿特别多 所以呢 他后来从京城搬出去到荆州任职的时候呢 他很多的女儿呢 并没有带在身边 其中有四个女儿呢 他交给了她的大姐就是刚才提到的贵姬公主来抚养 后来贵姬公主死了以后呢 刘俊就看上了他这四位貌美如花的堂妹 于是呢 就把他们接近了宫中 成了她实际意义上的妃嫔来服侍她 这个四姐妹中呢 其中的老二更加的漂亮 所以深得差 刘俊霸占他四位堂妹的这个行为呢 是与当时的礼法严重不容的 大家可能说了 在那个时候 近亲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啊 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个还真不一样 因为这四位是刘俊的堂妹都姓刘 在中国古代啊 同性是不可以结婚的 在中国历史中很早很早就有这样的规定 比如说在西州的时期就有规定了 同性之间不可以同婚 你只能娶外姓的人 在中国西州时期啊 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同性不婚 这样一个婚姻制度 这点呢 他是出于伦理和生育两方面来考虑的 一方面是他认为有悖于伦理 一方面呢 他也认为男女同性其生不凡 就是说男女如果同性结婚的话 可能生不出孩子 那时候的古人已经意识到了 同性结婚可能会影响他的后代子孙的质量 和他们的繁衍 而以后的各个朝代呢 对同性结婚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在唐朝 如果你同性结婚的话 那要判两年徒刑 到宋朝呢 也是双方各账一百 我估计打完这一百大棒啊 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直到了明清也都有这样的规定 最后是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才废止了这条规定 为什么废止呢 因为在西州那个时候啊 同性就意味着必然是同宗 当时是处于士族社会嘛 所以一个姓氏的人 比如说都姓鸡 那他们之间肯定是亲戚 他们肯定是同宗 到后世呢 那就不一样了 人口也多了 然后居住的地方也都分散了 而且姓氏也变得更为复杂 所以呢 同样姓一个姓氏 双方可能呢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所以呢 这条规定的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适用 所以到了清末的时候 就废除了同性不能结婚的这条律例 与中国相邻的韩国 他们好像到了两千年左右 才废除了这条律例 所以可见刘骏的行为呢 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啊 刘骏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呢 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让他手下的一个大臣姓殷的 跟他商量好 就是把这位二姑娘改姓殷 然后他又给他一个封号叫书仪 就把他当成了殷家的女儿 这样蒙控过关 所以呢 刘骏呢 对他的这位殷书仪就更加的宠爱 肆无忌惮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为什么中国古代对同性结婚限制了如此之言 而对于那些表亲之间的婚姻 却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表兄妹之间的婚姻 比如说陆游与唐婉 他们就是表兄妹 《红楼梦》中描写的那些薛宝钗呀 甲宝玉呀 什么什么的也都是表兄妹啊 表亲这方面的婚姻 这是因为啊 古人们认为呢 这个血缘呢 是来自于父亲 而不是来自于母亲 所以呢 就不会有什么遗传方面的问题 当然了 这是一种误解 那么这么多表兄妹之间的婚姻 他们生的孩子应该会出现很多残障之类的 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呢 这个呢 我想是因为呢 第一 在古代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 有些是很难判定是因为他们近亲结婚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婴儿死亡或者畸形 再者呢 中国古代呢 毕竟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宗族社会的一个基础 宗族里的族长 对于那些刚生出来的小孩 如果有残疾 畸形的话 他们是有权做出处理的 就是这些孩子就会被他们处理掉 而他们这么做呢 也不会受到什么法律的制裁 而且这类事情呢 他们肯定也不会告诉别人 这毕竟对于他们家族的荣誉来说 也是一个污点 好的 一不小心呢 又说到了同性结婚和近亲结婚的事情啊 这个不应该算是跑题啊 应该算是延伸 咱们再来说说这位刘亦轩 刘亦轩 他在知道自己的四个女儿被刘骏霸占以后呢 他是异常的生气 他倒不是爱惜他这四个女儿 更主要呢 那是爱惜自己的名声 而且这时候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叫藏制的人 也在旁边煽风点火 说刘亦轩啊 你已经功高盖主 而且呢 现在刘骏又这么欺辱你 如果你还这么忍的话 那你简直是太没面子了 而且你刘亦轩掌握着京香之地啊 掌握这么多州府的军队 你怎么会怕一个刘骏呢 就在这个藏制的这么怂恿之下 刘亦轩呢 就开始起就开始计划起兵造反 他又联系了他的朋友卢爽 也是也是另外一个州府的刺使相约一同起兵 但是啊 他找这个卢爽啊 也是一个猪队友 这个人呢 虽然作战勇猛 但是嗜酒无度 刘亦轩的使者告诉卢爽了 咱们要商议好了一同起兵 卢爽呢 当时喝的已经大醉 就听成了忌日起兵 于是使者走了以后呢 卢爽就开始起兵造反 而这时候刘亦轩和藏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但是也没办法 随后三个人呢一起造反 也算是仓促上阵 刘骏知道以后呢 本来是挺害怕的 但是后来他的大将 沈庆之就告诉他不用慌张 我去对付他们 沈庆之呢 是当时的名将啊 他一出马就先杀死了龙爽 后面呢 后来呢 又打败了刘亦轩和藏制的部队 刘亦轩和他的18个儿子都被朱修文所杀 朱修文呢 也是当时平叛的一个将领 而藏制呢 也在乱军中被杀死 好的 有关刘亦轩和那位叫陆远的历史中的原型人物 他们的最终命运是怎么样的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可能跑题的部分呢 长了一点 请大家多多见谅 再次提醒那些新朋友们 请打开字幕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